词曲 李宗盛 我的角色如何被保留 是与非那些虚靠 明明有你谁却拥有 所以从未尽靠 你的背影应已在我身流走 尘埃地会放我自由 某年某月以后 仿佛身边的雪尖口 冬雨里竟紧压微熟 仍然是战斗 某年某月远走 却等到这天 回首一切作业的 拥抱越长久 越角飘近 像黄色布架 温太太现在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事实际上很有限 好 以后我们齐心合力 搞好帝国 我觉得大家一场兄弟 很多事不应该隐瞒 应该坦坦白白 你想死你的事就不要逼我 要是整件事摊出来 师妹根本不需要上身 少爺 你也好, 我一定会等你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打你了出来的 不是混蛋, 你怎么搞的 我是不是阻礙你们 你是什么厂的, 比较遠一点 不好意思, 我刚刚经过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来个… 导演, 我做不回了 跟我来… 哥, 干什么事 走吧 我来找人的 你是拍摄的, 你不是找人的 麻烦你客气点, 好吗 什么事 小姐, 你人进来看电影 令我拍不到电影 行了, 你去做事 好 其实拍电影也没什么好看 如果你喜欢看明星 他们有很多影迷会 你令他们做事, 他们会不开心 影迷? 我不是看明星的影迷 我不是看拍电影 我们拍电影的时候 不是很欢迎人家进来参观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阻礙你们 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坏人 我又不想叫警卫来带你走 真是不好意思, 请你立刻离开 那好吧, 不好意思 进来吧 阿爸 轻桂冲, 为什么你会上来 走过去, 请不参观你影城 我不挣你 坐 刚才你去哪里来 对不起, 需要找个同事 带你四周回来参观一下 差不多了, 不过拍电影很有趣 很喜欢看 如果你是有兴趣了解的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你应该参观一下 不用了, 免得麻烦你的同事 我不妨礙你们 不妨礙, 什么事 我想让你去看看上午的本费 好, 再见 你怎么这么巧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你们两个认识的吗 对, 我刚才见过面 那也要正式介绍一下 雷孟华, 你就是哪部经理 我个儿子韦忠 你个儿子, 她就是韦忠 你好 好, 欢迎你 是 溫先生, 你還沒離開? 可以了, 你走得了嗎? 我還沒走 你今天工作差不多了 甚麼意思? 剛才我跟溫先生說過 想找你帶我今天到處參觀 你想參觀哪裡? 我們這裡還有兩間廠開工 看拍戲不好了, 我怕被人罵 你妨礙人來拍戲, 抵鬧一點 我知道 你又不想參觀了 我們這裡真的沒甚麼好看了 香港這麼大, 不止只有溫氏影時 才能參觀 你想我帶你出去嗎? 是, 放心, 你陪我, 不算你偷懶 那你會想去哪裡? 我都不在香港這麼久了 有甚麼地方參觀我真的不知道 你拿主意吧 你介意我去跟其他同事 加大一聲才跟你出去嗎? 不介意 好 這個地方是不是應該有人來的? 是呀 如果溫先生你想了解香港的面貌 我除了帶你來這裡 我真的想不到帶你去甚麼地方好了 剛好我走這麼久 其實對這個地方的印象挺模糊的 你過去讀書的時候是不是很小 是呀 對呀, 而且爸爸的生意 也不是發展得那麼好 溫先生, 你似乎對你爸爸的印象 挺模糊的 這個人在那邊讀書這麼久 辛苦嗎? 作為溫月亭的兒子, 其實我很幸運 在生活上沒問題 不過讀書始終靠自己 那倒是呀 去那邊走 你是不是幫了我爸爸很久? 不算很久 你也聽我爸爸的說話 她是我老闆, 我沒理由不聽她的 那你出來陪我 算不算是工作上的部分? 你不要介意 如果我不當是工作的話 你想我當是甚麼? 如果我想你當我是一個新朋友 這個新朋友對香港不是那麼熟 你想我帶你到處去行行行行行嗎?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再叫我溫先生, 叫我Henry 這樣看來你多給我接朋友 好 阿華, 你覺得偉忠怎麼樣? 我想稍微有點家底的少爺都是這樣 那是怎麼樣? 被人中壞了 又任性了, 又不懂得為人賜賞 其實偉忠挺難得的 這麼久以來沒有靠過家 就要求我們幫我交學費 連用錢、生撥費都不要 就算真的給了她, 她也不是怎麼用 只是學費也不簡單, 是嗎? 不是普通人家裡可以負擔得起的 其實你真的可不可以當我一個普通人? 我只覺得 偉忠真的可以在那邊很舒服地讀書 但我沒這麼想過 他還能讓自己有用一點 全部都是自己找自己用的 這也不算是任性 明明可以不用這麼辛苦 他專心在那邊讀書 他還要做這麼多事情 我發現你挺不可理喻的 其實我有時候發覺 你和你兒子的關係是有點問題的 經常都是客客氣氣的 跟裘叔對他兩個兒子完全不同 可能是因為慧忠在我國生活了那麼久 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等我讀完書回來 以後多點時間相處就會好很多 其實我也很想和阿慧中溝通多點 他好像一個人 給我一杯酒 他一個人來幹甚麼? 看樣子就不太開心了 我去跟他聊聊天 你過去就不是聊幾句那麼簡單 如果他真的不開心 那作為老闆 關心他也很應該 那當然了, 我不妨礙你 我可不可以坐下 剛好的, 坐吧 一個人而已嗎?沒有約朋友嗎? 沒有呀, 打算來坐下 希望可以碰到我想見的朋友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我來幹甚麼 我還以為你有甚麼事不開心 特地過來關心你 我像不開心嗎? 就算不開心, 也不一定要讓人知道 我所認識的童恩 開心還是不開心, 也不是很難分 我以前可能是這樣的 不過認識你之後, 我就學會了 就算不開心, 也不一定要表現出來 你真的沒事吧? 真的沒事, 有甚麼事?我請你 人, 你怎麼樣? 沒事, 你跟著跟我去哪兒? 還在哪兒去?我當然想到回家 不要理我 人 人 人, 我想怎樣? 你明明我想怎樣 你不要告訴我, 為何我想怎樣 你相信我 如果大家當沒事發生過 是會好過一點的 好過那個是女兒, 不是我 恩, 你喝醉就走了 我喜歡醉, 你為甚麼要理我? 我喜歡醉 為甚麼你要弄到自己這樣? 是因為你 是因為你 恩 小心 小心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恩, 你不要這樣想好不好 恩 恩 Porque你也真醉 你不用幫我 本嗚 對阿彤 因為現在'? 是否阿彤 それn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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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亭哥 怎麼這麼早 吃早餐沒有?一起去 吃了, 謝謝 吃了就跟我們一起坐 來, 過來 坐車, 開這個位置 好 隨便坐 這麼早就有人坐? 早安, 盈姐 早安 好 好 阿希 怎麼這麼早 沒有, 我聽韋鐘說 想買中文書 那就打算過來陪他一起去 早知道你陪他出去 我不用叫公司同事過來陪他出去 看他想去哪裡做什麼 我應該也有時間 丑姐, 餵鐘起床了沒有? 燒完一早就出去了 是嗎?怎麼這麼早? 我猜的 他喜歡跑步 或者剛才跑完步回來 看來還沒起來 覺得無聊就出去走走 阿希, 待會兒他回來 我叫他找你 行了, 待會兒有空 阿希 阿希 還沒回來, 要你坐著陪我們 很難為你 你倆這樣說話 Janny 雷小姐, 是不是老闆找我? 溫先生出去了開會 那他找我幹什麼? 其實是溫偉忠先生想找你 他?他找我? 他在威爾斯餐廳等你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可以聯絡到他 告訴他我去不了 但是溫偉忠先生 好像找得你很急 小姐, 幾位 我來找人 你好 想不到我, 你吃什麼? 我不是來吃東西 我是來了解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事發生嗎? 沒事發生 那剛才陪你的黃小姐去哪裡? 我看他在公司好像有很多工作 我覺得我不應該煩著他 那我也有很多工作 那我爸爸請到公司工作人 當然有很多工作 你做吧 我看我是不是要煩人的 不如煩一個比較好聊 對不起, 是不是我麻煩了你 我已經忘了 你們這些公子哥兒 是比較任性的 如果你看到我那邊怎麼生活 你就不會這麼說 怎麼樣?還想去哪裡玩? 你有沒有想過我只想見你 我想你在這裡不是很多朋友 我應該跟你爸爸說 叫他介紹多點朋友給你認識 是不是我說的話太直接嚇到你了? 我說話都很直接 但我會知道哪些話應該說 哪些話不應該說 那你覺得我說過什麼話是不應該說的? 說什麼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想了些不應該想的東西 問題就會麻煩了一點 那我就頭痛了 我又想見你 但跟你在一起又不可以怎麼想 又不敢說話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問題要研究一下 你不如研究一下跟著我們去哪裡 可以上去年輕人的地方,好嗎? 我盡力以為… 先來找什麼 我盡力以為甚麼 我都是想像在這間 你不要說得好 我先給你 謝謝你 我告訴你 我其實不是那天 你這種事 是甚麼事 我不會想像你 我 Muhamm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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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有这样的事? 你没事吧? 我知道你一向都很维护你的兄弟 但这次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什么事? 刚才永达银行的周经美打电话找过我 他说我们公司制片部出的两张支票 都彈了票 我不相信我们公司出的支票会弹票 数目不是很大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还有 我们公司出了两笔数 入这间叫职讯发展有限公司 数目不小 全部都是由何三批的 我已经向银行加大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次我真的不想多事 所以希望你自己去解决 行了,我会解决 你不巧听我也要多说一句 这个问题我希望你静视一下 好 亭 找我吗?什么事? 亭 你知道我一直都很相信兄弟 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现在问你的事 我希望你可以坦白地回答我 我这个人是怎样你都明白的 我一直都很坦白的 那好,我现在很想你告诉我 你和阿杰是否有些事瞒着我 你为什么无端端的问? 不要再斗圈 你回答我才行 进来 安先生,你找我? 是的,坐 好 阿华 本来是不需要浪犯你的 但我觉得如果有些事 是和私人的问题有关 就没什么必要向其他人交代 但他们两位觉得 公司的支票出现了问题 是你发现的 那也很应该对你一个交代 其实你是老板 你都觉得没问题了 不用向我交代 我只是想知道 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觉得做事非常仔细 令我们很放心 希望你继续管住这个宗旨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仇太和朋友介绍了一间公司 做几天出入口生意 我们公司的很多机器 都是靠他帮忙的 我知道 因为仇太没有经验 公司里面发生了很多问题 所以仇太自己有这样的决定 其实仇先生之前也跟我提过 是我告诉仇先生 钱跟上周转没问题的 他们两个不告诉我 是不让我担心的 那我明白了 这次怎样都是我多事了 阿华 是因为假期 仇先生他没时间 把钱又回到公司 所以你之前出的票 就变得有问题了 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们三位都是老板 我只会想做我份内的事 我这次选到你们三位 我觉得我真的很对不起 阿华 又不用这么说 雷小姐 不好意思 我又是烦到你 不要紧 我有些问题也不太清楚 我想… 雷小姐 不好意思 我刚刚遞了辞职信 什么 我还没走 但杰先生说 如果你对我跟他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找他 他一定可以帮你 为什么这么突然 不突然 我考虑了很久 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会去帝国制编部帮忙 好 那好吧 我祝你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多谢 那没事了 我自己去找杰先生再聊 那不好意思 我先出去 好 进来 赤哥 赤哥你去找我吗 裘叔 坐 裘叔 阿堅有没有跟你提过 玩外公司做事做得不开心 没有 他做得很开心 有机会帮七哥你手 七哥你又这么看他 他开心也来不及了 那为什么他还要辞职 辞职?谁辞职 谁辞职信 谁辞职 全部都是鸡腸 七哥 你真的肯定这封是辞职信 裘叔 其实问题不是这么大 那个臭小子没有跟我提过辞职 那他不在这里做 还可以去哪里做 听说他会我帝国那边的制片局 帮忙 他吃猛了? 他过去帝国帮洛图的赤人手 他是不是有病 如果他不是做得不开心 只想有这么好的发展 要我帝国那边帮忙 那问题不是这么大 我现在只想得个痴子 究竟是我们公司有什么 对他不公平 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他爱帝国 即是明落我面 明不看光你的眼皮 裘叔 你试着冷静点 好好跟他聊聊 我知道怎么办 裘叔 你答应我 不要不冲动 我知道 你老爸还没睡 做什么?老爸 我听人家说 你要过帝国帮忙 是真的吗? 是 七哥这么给我面子 又这么看你 你过去帮洛图的赤人手 是否过分点 老爸,我明白 阿温月亭以前帮过你 你想帮他打一辈子 但我们这辈子想的事不同 老板和下宋 我说谁帮谁 哪里有前途 我就去哪里 你过去帮洛图的赤人手 有前途吗? 他这种人玩不了多久 我怎么跟七哥交代 老爸,我等你冷静点跟你说 我不准你过去 老爸,我真的不想跟你说 开门 你听着 你是那个儿子就要听我说 没事了,我说完了 老爸,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我的儿子 是否不用听我说 没有我的想法 你不用想,我替他想齊了 老爸,从小到大 哪次有问题为我自己解决 这次也不例外 你这么说 就是从小到大 老爸都没看过你们,是吗? 我知道你不想 是,你老爸我没看过你们 不是,没照顾过你们 我去了坐监 我没话说,是我不监 我现在只想做回 做老爸应该做的事 老爸,我尊重你 但你可不可以让我做到 我不想做的事 你是不是一定要告诉我 你过硬去博洛图 老爸,我不想跟你说 我先出去 老爸,我买你喜欢吃的薯乳鴿 你没事吧? 我先叫老爸出来 老爸… 老爸不在 老爸还没回来吗? 你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臭小子,不要骗老爸 你有没有怪老爸 从小到大都没理过你们 从小到大被你刮法 你不看得比我看 对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些话 老爸也不想 行了,还说 是,我是混蛋 如果这个混蛋不是骗你妈 我用什么搞得进去蹲 行了,老爸 这些陈年旧事都没人记得了 还说来干什么?来吃东西吧 臭小子,你真的没有怪老爸 老爸,我知道你疼我们就行了 逼人家说这些浪漫的事 过去吃东西吧 请问承文欺小子在吗? 她在街上了 请问你去哪里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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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还没说 你又没关系 你又没关系 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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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晚点再打给她 谢谢 谢谢 对了,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不想特别出来花时间陪我去 其实我除了教琴之外 也没什么事做 那倒是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好事 没什么,我也不介意 而且跟你在一起也挺开心 是吗? 一次半次就没事 再多几次你就会闷了 有机会跟你聊聊天 了解多些英国的生活 我很好 听我说这么多 会不会令改变主意 不敢到外面读书? 不会 反而令我更加有兴趣 想趕快去看看 怪不得妈妈跟我说过 千万不要看小女孩 好性心、好奇心 原来真的这么可怕 到了 要不进去喝一杯东西? 不要了,这么晚 跪着你哥哥你嫂子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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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韦忠 你明天有空吗 有空,有什么事 还是没事了 我自己再找你 我自己再找你 老大 一下子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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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是干什么? 我特地下来等你 你是否睡了 你把他一起吃? 你搞到他弄火了 他怎会这么早就睡? 真是嗎? 現在你想回去就不然跟他吵過 沒辦法 就先讓他吵一口氣吧 等到甚麼時候? 晚點,晚點讓他睡著了才算 那現在怎麼辦? 不如這樣,我們現在玩個地方 坐下來吃點東西慢慢結束 好,別這樣,來 我去看,我去看,我去看 我去看 來吧… 七哥,我對不起你 為甚麼站在這裡說?先坐下吧 投贖,坐吧 七哥,我沒用,我不懂教兒子 算了,現在年輕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何況我們做人父母的 有時候要管也管不了 怎麼可以就這樣算了 我們全家有今天,都是全家有七哥 如果七哥你不是關照著我 我根本不會回來做正學 裘叔,別再說這種話了 就算你說不厭,我也聽得厭 更何況近幾年來,你也幫過我很多 那個臭小子個個都不幫 就是幫駱陶的賤人 像擺明和七哥你作對 他幫別人我也沒那麼興趣 對,那對我們的公司沒有直接的衝突 怎麼說都是我不懂教兒子 或許他會覺得外面的發展會比較好 你不要再逼他了 無謂就這麼少的事影響到你們父子的感情 對,裘叔,你自己在城銀行說 你自己不懂教兒子 你以前進入牢的時候就說沒機會 如果現在你跟他的感情打得這麼惡劣 他就更加不會聽你的說 到時候你想教,也沒機會教 就是他不懂得想,我才要教他多一點 尤其是他跟了樂徒之後 那倒是,所以你更加不需要煩 我不會煩的,兒子大兒子的世界 你煩你也沒用的 裘叔,早點回去休息吧 我真的沒事 不好意思,七哥 我不煩你了,我先走了 你還跟著我幹甚麼 你不是先上班嗎?我每天都跟你一起回 以前就是,現在各走各路 你反骨就是你的事,我還要面子 我不想回公司被人見到我跟你在一起 爸爸,你是不是還生我昨晚說的事 好了…我向你道歉了,對不起,爸爸 如果是私人恩怨,兩兒子也沒有隔夜仇 現在我生你反骨,生你出賣七哥 爸爸,我…我怎麼說你才明白 你怎麼說我也不會明白,我也不想明白 我叫你不要跟著我 你不要逼我當街跟你翻臉 好…爸爸,我不跟著我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我看一本事你做就上來看看你有沒有時間 應酬一下我 你看到了,我想你找別人來應酬你了 不要緊,我等你 我不知道我會搞到甚麼時候 不要緊,我有時間 其實你找我做甚麼事 我已經說了,想找別人陪伴 我意思是為甚麼你要找我陪伴呢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對呀,不過跟你在一起覺得很舒服 起碼你甚麼不喜歡,你會發脾氣罵我 我不知道你喜歡被人罵 可能其他人知道我姓溫 甚麼都遷就我,又很客氣 跟他們在一起,很不自在 你覺得你說話很荒謬嗎 你再這樣說話,我覺得你想追求我 那…有一點,不是有一點 其實我會覺得,你在別人回來 沒有朋友,覺得很苦悶 所以才來跟我開這個玩笑,對吧 那…你便當作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做到多少點 你能等就等吧 好啊 好啊 你做事也不用理我 就這麼多了,謝謝 八點左右 其實你不用一定要等我等到這麼晚 沒有其他人陪你吃飯嗎 你做起工不定時,有個時間陪伴你 那又怎樣 其實你也有 關不關你事 我沒有朋友,這麼久以來就只顧你讀書 想回頭,真的錯過很多事情 例如呢 追女生的經驗 有經驗,未必一定追到女生 好像類型女生對男朋友有甚麼要求 我是甚麼類型的女生 我們別說類型 譬如想成為男朋友,有甚麼條件 你這樣說,我真的覺得你想追我 不是想,簡直是 我想我明天要回去請示老闆 我要問問他我究竟應該怎樣做 不是吧 那你以後請示老闆 如果我直接拒絕你 老闆知道了,他可能會不開心 他不開心的話,可能會難為我 我隨時會失去工作 我爸爸會不會 你太不了解你爸爸了 他會的 等一下吃完飯就看一場戲 這樣叫不叫約我 那要不要請示老闆 你以前有來這裡看過戲嗎 我小時候,我也不認中 你偶爾有回過客人嗎 即使回來也不一定會回來看戲 你在英國那邊 有看過你爸爸的戲嗎 沒有,其實我是看戲的 不過我去讀書,我不是玩的 你好像對你爸爸所做的事 不太感興趣 可以這樣說 他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我知道,所以我很尊重他 不過不等於我對他做的事 是感興趣的 會不會在你外國生活得久 跟家人的關係不會那麼密切 你說我嗎 你自己不覺得嗎 我不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我就會覺得你對你爸爸 你爸爸不應該只尊重 還要懂得欣賞他 你似乎很欣賞我爸爸 說回這裡 如果你知道他為了你們 經歷過什麼 付出了多少努力 你也應該欣賞他 不可以說我不欣賞他 所有事如有成人 都是值得欣賞的地方 那我沒話說 對嗎 謝謝 仇先生,你這裡的地方真是不錯 你聰明了 遲早你也會有 那要仇先生多多看著我 如果我當他不是兄弟的話 我很少請我的朋友來我家 我希望我們以後 可以好好合作下去 謝謝仇先生看著我 剛才說完兄弟 你還跟我說完這些話 對了,裘叔對你那個帝國 反應是不是很大 我預料了,希望遲點沒事 那有沒有令你改變主意 放心,絕對不會 那就最好了 沒錯,親情真的很重要 但有時候個人的理想 親人都未必了解到 無論發生甚麼事也好 就算你決定留在溫時 我都不會介意 但永兒我希望你知道 有些事是不能說出來的 仇先生,我決定了事 絕對不會改的 更何況,如果留在溫時 我發展很有局限 其實做大事的人 一定會面對壓力 這方面你做得很好 來吧,預終我們在帝國 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乾杯… 兩部戲都如期完成 比預算還省得到一點 省得到多少 白療門不到 七哥,我不妨礙你做事了 我稍後再找你 裘叔,找我甚麼事 沒甚麼事,我還是稍後再找你 裘叔,有事你就說吧 甚麼事 是呀 七哥,我也不知道怎麼向你交代 那個臭小子說得不聽 這次兩仔爺也沒得做 是呀 裘叔,那有何變 沒需要搞成這樣 是呀,他選得過當的 那邊不會代薄他 或許將來帝國有甚麼新動向 我們可以靠他拿料呢 沒有了,總之兩仔爺也沒面子給他 他在外面是生是死也不關我事 他有甚麼事對七哥理不住的 你想怎樣,我不會和七哥你計較 裘叔,畢竟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不妨礙你們做事,我先出去 裘叔,你去聽我說 七哥,家裡的事我會處理的 謝謝 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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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廷 其實年輕人的事人各有智 賽事堅決到帝國 都未必做到甚麼 對我們根本沒有影響 其實整件事都有問題的 阿京在電影方面的經驗有這麼多 為甚麼樂圖會選他呢 那真是他才知道 別管,求叔叔 我們開會吧,剛才說到哪兒 製作費那裡省了百分之五 是 老爸怎樣 還有甚麼要怎樣 他還未生氣 放心吧,不用理他 老爸你這些不會明白 怎麼想到這麼大反應 遲些會沒事吧 他搞得溫氏 每個人都覺得我好有問題 畢竟溫氏和帝國 一直都是死對頭 那大家多事去想 有甚麼出奇 況且,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圓滿 你又要事業有成,又要情長得意 還要所有人都要支持你 那你豈不是很貪心 你又知道我情長得意 你最大的情敵就是我 我現在都不跟你爭了 那你還說不是情長得意嗎 其實我和你都是小丑 被人當傻子玩 沒理由的,我就說被你和爸爸玩 連你都被人玩 感情這些事,我現在就不想了 你說的,你不適合就早出聲 挺我上 那到時你不要怪我 我告訴你,我和你都沒有相機 你沒有機會不代表我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說話 你怎麼爭取 你是老闆的兒子,你知道嗎 甚麼?你是老闆的兒子 你聽我說 我們沒有這麼幸運,沒有有錢的爸爸 最後要靠自己 男人最重要的是事業有成 到時想甚麼女人都不是問題 就這麼簡單? 我輸甚麼? 我畢竟在大學畢業,算是有些學識 講人才,我比他差嗎 我輸了你一無所有 來與海,情至緊秋 始終看你看不久 我的角色如何被保留 是與非那些虛靠 明明有你,誰卻擁有 所以從未屈靠 你的背影,應已在我身流走 親愛的背後 我會這樣說 你做什麼事 你做什麼事 我會想做 我會想做什麼事